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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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學生 各位女士 各位現敬 各位同仁 大家有福安 今天非常榮幸我擔任這一場的這個Moderator 這一場事實上是我們大概這個 人類式的高峰論壇四場 第一場跟第二場已經進行過了 然後今天第三場是 就是這個高峰論壇事實上是由 人社研究院跟外文系統合辦的 那在我主持開始 先請教員長來跟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副教授 好 那個首先當然是要歡迎各位 在這個入宿期間便利的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當然因為我們的活動也很吸引 那麼另外一點 要謝謝蔡教授的接送的邀請 海豪接送 那麼當然更要感謝外文系 和我們合辦這個系列 那這個系列叫做 The Viralized 病毒自演的這個系列 其實是前面我們有一個 The Viral Couples的一個 FORUM的延續 本來也是要用FORUM的形式 但是因為思維講得都不太重要 所以他們都沒辦法時間湊在一起 所以後來就把它變成一個 Mini Series的方式 但是精神上還是 非常一貫的一個 一個FORUM的規劃 我們 我們的這個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有幾個重要的活動 系列的活動 都非常歡迎各位 其中所有的活動都歡迎各位 有兩個系列特別提一下 第一個是Leading Edge H series 我們的尖端講座系列 一個就是這個叫做 高峰問題的系列 前面講座 前面講座是有三個方向 一個是 Humanity is between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還有一個是 Humanity is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還有一個是 Humanity is between Migration and Hybridization 其實這三個系列 其實就涵蓋了一切 但是希望我們每個系列 都有一個聚焦的方式來進行 這個高峰論壇就是 比較小的 一整天大概 半天的論壇 這個論壇 我們已經舉辦過一次 我們告訴我們 Voreal Cup的新冠 這個 這個 我們找了六位 不同領域學者 包括 經濟學院 這個 聯合國人 歷史、藝學、政治學的 六位學者 一起來談 新冠 對我們造成的衝擊 以及他對於 全球化和 人類是帶來了什麼樣的想像 這次我們是延續的 一樣是從民主聯合 繼續延伸來談 人類的事情 順便再 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8月15日的時候 會辦個一整天的 六位學者參與 關於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ity 人工智能和人性的 一個一天的論壇 那麼 大家都知道 這個人工智能對我們的衝擊是很大的 所以 那天我們請到了 台大的 人工智能和 機器人研究中心的主任 電機系的教授 還有副主任心理系的教授 還有 哲學系的一位教授 還有 情大的社會系的教授 還有情大法律研究所的教授 從六個面向來思考 這個問題 每個人的發言 大概都會有接近一個小時 內容會非常紮實 所以歡迎各位不吃勞苦也來參與 謝謝 謝謝廖院長 其實院長找我這個門外 還有對這個議題 大陸主持人我有點愧疚 但是就是 這次的兩場演講 我自己也學到滿多東西 就是有一個新的理論 然後新的研究的導向 那我在介紹蔡老師之前 我大概先 就是今天 昨天跟今天 我大概看到三個Facts 第一個就是 大家也知道今天非常非常熱 那台灣 外面大概有36 37 但37對我們來講 好像西松平常 但是如果是 大概今天沒有看到西伯利亞 有一個新聞 它是說 因為在北極圈的俄羅斯西伯利亞小鎮 最近測到了摄氏38度的高溫 創下當地史上最高的 最高溫的紀錄 那這個小鎮叫做維爾霍陽斯 6月20日就是前天 當地測到38高溫 也就是華氏100度左右 那這個對俄羅斯西伯利亞的小鎮來講 非常非常罕見 創下當地歷年來最高溫 這個小鎮位在俄羅斯的東北方 大概4660公里左右 但是這個地方曾經測得 設置零下68度的低溫 它是獲得金氏紀錄的認證 所以從這個零下68度到38度 將近100度的差距 我覺得我們的氣候可能出了一個問題 第二個Fact 我也是前天在網上看到的 就是有關於人口的部分 預計未來30年世界人口 將增加兩億 從目前的7.7億增加到2050的9.7億 它可能會達到將近11億的人口 2100年這兩個世紀 世界人口持續增長很大 會供於現在醫療的進步跟生活水平的提高 那這一個進展導致了兒童 或產婦死亡的大幅減少 並增加了生活希望 然而這些趨勢將對後代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三個Fact 也就是大家所關心的疫情的部分 根據John Hopkins大學疫情統計數據 截至台灣時間22日 也就是今天上午10點左右 全球的確診人數已經超過892萬 其中超過46萬人染疫不治 那我講到的人口氣候還有疾病 事實上就是今天跟我們演講的一個主軸 蔡老師將以人類式的觀點來探討 就是人文跟這些氣候跟人類環境的 變遷的直接關係 那我自己事實上 Anthropocene這個議題算是滿新的 但是經過這幾年的看到世界氣候人口 疾病的這些變遷 我倒是更覺得它算是一個人類的結 那那個結束 我今天就大概二五一下 像它佛教跟道教的那個觀點來講 它除了是一個時間的measurement 它也是一個disaster 那人類已經在地球上面已經 可能算是有一個一段時間的結了 那這個結還是我們 雖然我們是人類在這個結束裡面dominant 但是同時我們也造成了非常多的劫難 一些disaster 那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請蔡振興教授 那蔡教授她也是本所畢業的博士 然後現在任代強大學的教授 那蔡老師我本人非常的勤佩她 因為她做的研究都是非常up to date 而且跟我們的人文跟醫學 還有氣候變遷還有環境這些都有息息相關的 她也就是說她做的研究事實上 讓我們的人文學者跟學生 付出了我們關係的象牙塔之外 那今天非常榮幸請蔡老師 她今天的題目是人類事與疾病的敘述 那相信我剛剛在前面所講到的一些事實 她可以用這些比較理論 比較洞悉一些新的界限來跟我們家解 那我們就歡迎蔡教授 謝謝大家 首先我還是要感謝廖老師 因為她的邀請我一則以席一則以憂 所以我必須要用洪荒之力 然後在一個月內要煮成一道菜出來 跟大家分享 所以很謝謝廖老師 那同時也謝謝我的師長 比如說李友晨 李老師 然後她的鼓勵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我們的演講 各位老師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人類事和疾病敘述 那我的演講主要的大綱就像在PPT上面 首先我介紹人類事 我的文章的內容主要是介紹人類事的定義 脈絡和運用 其次我要說明人類事極其不滿 這乃是因為很多批評家對於這個詞彙 有諸多的抱怨 而接下來我會稍微介紹人類事的兩種文學再現 其中一個就是所謂的全球暖化小說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講第二種 人類事背景下的疾病敘述 那根據我個人的一個觀察 人類事的疾病小說大概可以分成三種 第一種其實就是大家很熟知的 疾病作為隱喻的小說 第二病毒爆發小說 那第三就是我所使用的 也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在我的手上的這本書 它就是我所謂的人類事疾病敘述 有關人類事疾病敘述 我特別用這本書來做為分析 疾病敘述的範例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底下呢 底下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人類事這個詞彙 其實早就在1980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Eugen Stromer 這個人就提出來 不過2000年的時候就是由這位學者 還有跟之前的Eugen Stromer 他們兩個人在2000年的時候 共同發表有關人類事的文章 而之後學界才重新考量 這個詞彙的定義 脈絡 和可能性的一些問題 另外在2002年的時候 就是Paul Krusen 他在Nature的雜誌又發表一篇文章 就是Geology of mankind 這樣子的文章 從此以後學界就將人類事和克魯琴 類似有一點畫上等號 或是做更緊密的連結 然後紛紛討論這個詞彙的德與詩 洞見與不見 正因為Paul Krusen 他的人類事理念和生態的領域 有蠻多磨合的地方 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時間 然後來做有關他的研究 而且我們很清楚 由於Paul Krusen 將The Anthropocene discourse 發揚光大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自然雜誌》又在2010年 將他稱為 Anthropocene man 就是所謂的人類式先生 其實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因為你講正面的 總是會有人 會有一些負面的看法 然後底下呢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類似 假裝我們是處在人類式時代 傳統的地理學的研究 他指出來 如果用座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圖表 用Eon這個角度 或是從Era 帶的角度 或是從G的角度 還有從式的角度 等分類來定位我們的時代 那結果呢 我們就是透過這些地質學家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於 第四季全新式的這個時代 不過全新式這個時代是19世紀 地質學家Charles Lyle 他所提出來 尤其是在1833年 提出來的一個觀念 我在那邊有寫 有做一個小註 那這個詞彙剛開始出來 也沒有受到認可 可是在1855年的時候 終於被國際地理學會認可 所以我們就沿用 從大概1855年的時候 沿用到現在 已經有100多年 那晚近有人問Paul Krusen 有關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然後我們還是要重新說 我們活在全新際 還是有不同的想法 那Paul Krusen當然說 我們今天的時代 就是人類式時代 那有關人類式時代 另外給大家一個基本的想法 這邊有兩個紀錄片 那第一部紀錄片 是非常有名的生態導演 就是Botinsky他指導的 那另外一部是國際地質學會 類似他們拍攝的紀錄片 那兩位導演在這個紀錄片 所呈現的風格不一樣 但是他們說他們所要表達企圖 卻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對兩位導演來講 他們都同意我們今天事實上 就是處於所謂人類式時代 以前人的力 自然的力量非常偉大 而人的力量卻是那麼渺小 可是今天我們透過科技 人類已經可以非常快速的改變自然 而其能力也遠遠超過自然 換句話說人類的力量已經大到可以改變地質現象 Paul Krusen在這方面不予一律地鼓吹人類式的想法 而且他也用人類式這個觀念來分析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 那他的立場尤其是跟IPCC 也就是聯合國的一個跨政府氣候小組的想法相近 那對我來講比較好玩的就是其實人類式這個觀念 他所代表的其實就是所謂的paradigm shift 這樣子的觀念 也就是以前從人的角度來看我們每個人都是biological agent 可是今天我們等於是改變我們的身份 我們每個人或許都是geological agent 所以很清楚了就是我們有一點就是典範的一個更替 那在這邊給大家簡單看幾秒鐘的Botinsky的一個紀錄片 那Botinsky在這邊還有甚至包括在這邊的有關另外一個紀錄片 其實他們都跟我們說我們以前所處的年代是地質年代 那今天人類的力量已經大到可以改變整個地質現象 他主要的一個內容是這樣 所以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辦法看到影片 那這個也是一樣 那第三個影片他告訴我們 The Anthropocene這個觀念 其實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經過國際地理學的一個認證 所以基本上我就把它稱為人類記的假設 就像所謂的蓋亞假設一樣 因為國際地理學會他們還沒有認可 那儘管如此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 The Anthropocene is a very important metaphor for the humanity 這是在第三個紀錄片裡面所講的 那當然一個很重要的想法就是 不一定每個人對人類是都有正面的想法 那在這邊我們做一個很基本的導讀 就是所謂的人類記最主要是近300年來 我們在地球上的資源由於過多的使用 導致人文地文水文和天文等等 在系統上出了一些失衡的現象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海平面的上升 還有二氧化碳 還有其他溫室氣體等等 這個都是我們一個基本的想法 那當然是透過Procruzan大放送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給大家看到的 就是人類的力量透過科技 其實是可以改變整個地質現象 不過有人對於這樣子的想法 還是有所存疑 好 那底下我們就來看 人類事極其不滿的一個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有關人類事的這個概念 第一個問題就是時間的定毛 他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 比如說Procruzan說 人類是大概是從工業革命開始 因為二氧化碳 我們開始排放其他溫室氣體等等 而Timothy Morton透過所謂的超物件 那超物件其實就包括有毒氣體 或是甚至包括核廢料等等 那超物件我們都很清楚 他一個最重要的特色就是Viscus 就是就像污染一樣你甩也甩不掉 那根據他的一個描述就是1945年 就是投下原子彈那個時刻 就是我們開始有這樣子的一個核污染 那透過超物件他去定義他的 他的人類事的一個觀念 可是我們很清楚所謂的這些輻射的觀念 或是所謂的二氧化碳 事實上對Timothy Morton來講 事實上他是用他的hyper object理論來說明 所以我覺得比較容易了解 可是像這邊有一本書 這本書叫Minutes to Midnight 他裡面其實就告訴我們 人類記是從這邊可以看到1763年 他是從啟蒙時代開始定毛 開始做一個連結 那另外有一篇文章 也是在科學 在自然雜誌裡面 甚至他說人類記有兩個起始點 一個是1610年 一個是1964年 那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 每一個人 每一個批評家 都用自己的角度去衡量人類式的內容 那基本上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各說各話的一個現象 那這時候我們要統一要怎麼辦 所以國際地理學 國際地理地層委員會 他們就組成一個人類式工作小組 然後他們經過好幾年的調查 他們終於做了一個所謂的官方的 等於是一個統一的說法 也就是1945年7月16號 美國在辛茉西哥等於是做核子彈測試 那個時候就開始所謂的人類式時代 這是他們官方的統一的說法 可是事實上每個作家 他們都有不同的一個表達 那整個人類式的所謂的機關報 在這邊可以看到這是一本 然後另外還有Anthropocene這一本 另外還有Elementa這一本 所以這三本雜誌其實都是有關人類紀的內容 還有理論的一些說明 那對我來講人類事之所以重要 其實在這邊剛才跟大家分享過 它所代表的是典範的更替 那這個觀念對我來講其實是蠻重要的 比如說我在台大讀國事班的時候 以前所閱讀的內容跟今天所閱讀的內容 或許大概都不太一樣 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新的一個知識論述的呈現 那從這個角度我覺得 The Anthropocene discourse 基本上還是值得我們的研究 那儘管如此就是它有不同的定義 有的人就是比如說 有的人是從人類知道如何用活開始 有的人從地理學的角度 有人甚至從metaphor的角度 但是基本上就是我們所謂的公說公有理 但是事實上有關哪一條路你可以採行的 我想就看各位在批評 在你的專頁上做一個我們說做一個衡量 那底下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德國哲學家 那這位德國哲學家 事實上他並不表示對人類是有正面的回應 因為對他來講 他認為人類事是一種關起門來 而且不跟外界往來的論述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第一點 這是他罵人類事 那第二個他認為人類事事實上 每個人都在用 尤其是透過proclusion大放送 所以他就像病毒一樣 這是他的想法 那底下第三個就是 他認為人類事尤其跟生態結合 那有時候每天都在說生態怎麼樣了 類似以前我們所謂的狼來了 也就是人類事是一種新的宗教運動 或是像新的鴉片一樣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論點 大家就看你 就看你要不要接受 那底下第四點就是對 Peter Schlotterdijk來講 人類事就是一種道德政治的一種預言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迫切性 那基本上我們在閱讀這樣子的內容 那我們在做在論述的時候 然後基本上我們就把它拿來當成我們的參考坐標 然後希望不要犯了這樣子的錯誤 對我來講大概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這些想法就是在這本書裡面所看到 那大家看到In the 20th century 基本上可以看到 Schlotterdijk受到Alan Bactu的影響 也就是那一本書就是百年的觀念 The century的觀念 那我們可以看到Schlotterdijk 當然有他自己個人的想法 有他自己個人的想法 那底下我們也可以看到 人類是另外一個不滿就是他吊詭 他吊詭的地方 那也就是說他的吊詭 就說一方面批判人性太人性的治理模式 嘗試破除人類中心論的企圖 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升人在地理學上的能動性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吊詭的想法 而且有時候將地理學 泥人化 那這就是他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儘管如此像這兩位作家 大家或許認識這位非常重要的生態學子 叫做Earthraheiser 他認為儘管人類式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察 可是他們都認為人類式的 有許多人類式的議題還是值得研究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有關人類式有不同的故事 沒有所謂的單一的大序 有關人類式的大序數 那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觀念 那我們剛才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學者 就是Timothy Morton 他用Hyper Object 用超物件的方式來處理人類式 那底下我們也可以看到 另外有人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處理人類式 那這位是印度籍的學者Chakra Bharti Chakra就是所謂的查克拉 那就是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然後他寫了這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事實上 他是用正向理論來看人類式 用積極正面的角度來看人類式 那這個人類式他也受到IPCC 他的想法也受到IPCC的影響 而且他也認為人類式是由於 所謂的氣候變遷而產生來的 那底下他也受到Alan Wiseman的影響 The world without us 也就是好像要這本書很好玩 可是有的人對這本書就很不爽 因為所謂的人 在人類式還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怎麼世界沒有人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觀念等一下我們會回到 就是所謂的在生態論述 早期的生態論述 就是講所謂的深層生態學 深層生態學基本上就是biocentric 那基本上不見得他們喜歡 所謂的人的概念 因為有人的概念就可能會破壞環境 所以有的人批評他們是憎恨人類者 那在這邊 所以他們希望the world without us 還是比較好 因為有人就有垃圾 類似這種想法 那恰卡巴蒂在這邊 其實已經告訴我們他的一個中心思想 所以他說 那這個我想大家一看就很清楚 這是人類式的基本觀念 也就是如何從homo sapiens到homo faber 從智人到能人 我能夠做什麼事 我透過科技 然後我就可以把世界變成不一樣的地方 那底下用比較簡單就是chakrabati 它對於所謂的the climate of history 那我們可以專注在幾個key word就可以 也就是人類紀就是指出the collapse of the age of humanist distinction between natural history and human history 這邊的natural history基本上就是deep history 也就是深層生態學他們最喜歡的回到沒有人的最遠古的那個deep history 這也就是Quentin Mearshal所講的ancestral 那個概念ancestrality就是遠古性的那個觀念 那底下我們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到chakrabati 他一直都想要結合人作為地理學的一個力量 還有人作為一個人的一個歷史的主體的概念 那同樣的他的想法都一直要鼓吹不同學科的考驗 那基本上這樣的想法其實都蠻好玩的 可是我們知道法國有一位學者叫做馬拉布 他想要把他的論述再推上另外一個高峰 那也就是說我們剛才很清楚了解到chakrabati 所以強調所謂的human history跟deep history 也就是biological agent跟geological agent能夠有interaction 然後馬拉布認為如果要有所謂的互動 請問你什麼是互動 什麼東西可以造成互動 所以他在這邊講了一個非常重要 人之所以跟環境互動其實靠的就是the brain的這個概念 因為你沒有the brain的概念你會不會互動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那這時候那個馬拉布等一下他會用所謂的表觀遺傳學 那表觀遺傳學就是我為了要適應新的環境 比如說全球暖化 那在我的大腦裡面就是要有一個mechanism 可以modify我心裡所想的 而且不會改變我的DNA 那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也就是馬拉布為什麼他的論述 我喜歡他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他的立場其實就是所謂的new materialism of the brain 因為他大腦基本上就是一個matter的概念 那當然他的想法就是他讓形式更活躍 所以他才會講所謂的presticity 也就是他的造型論的觀念 那底下我們就稍微解釋一下他的想法 就是他跟chakrabati兩個人想法 這個有一點稍微複雜一點點 那我就稍微跳一點點 因為這個不太好玩 因為主要等一下就是要跟大家講疾病敘述 疾病敘述的內容 那所以我也怕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知道chakrabati一直想要讓我們的 就是人的社會跟自然的社會 能夠有跟自然能夠有互動 然後底下我們就看對馬拉布來講 他認為人從biological agent到geological agent 事實上人的主體性就會有分類的現象 也就是一方面你要有所謂的自由意志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要把自己變成geological agent 變成neutral inorganic的一個主體性 所以這中間會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那對馬拉布來講 事實上他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其實等一下我們會講就是要 他在他的這篇文章其實就是在批評chakrabati 而且他要把所謂的deep history 跟the brain做結合 也就是所謂的幽靈的歷史跟我們人類的大腦做結合 那這樣一個做結合也就是chakrabati 就是馬拉布他批評chakrabati 因為馬拉布還是認為要有主體性 那他批評chakrabati的想法 類似馬拉布所講的ancestrality 也就是anterior to every recognized form of life on earth 那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很重要的就是回到剛才那一本書 The world without us 的那個概念 因為遠古性石油以前或是恐龍時代 基本上人是不存在的 那在這邊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只跟大家介紹 就是對馬拉布來講 the brain很重要 因為the brain就是人 就是the living organism 跟the environment之間的mediator 或是adapter 就是一個轉接頭 那這個觀念很重要 那這個也就是馬拉布所講的addiction 我們任何的人或是任何的一個主體 他要適應這個環境 所以需要大腦來作為中介 然後採取必要的一個適應方式 然後讓自己能夠存活下去 這個存活下去 這個存活下去從spinosa的角度 就是那個life preserving power 也就是conatus的那個概念 但是對馬拉布來講 the brain其實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就回到Peter Slotdy的觀念 也就是基本上Peter Slotdy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他的觀念 事實上有一點接近馬拉布的觀念 那接近馬拉布的觀念也就是 就是在人類世 如果我們說要適應新的社會 如何 那麼如何適應這個社會 那從馬拉布的角度 從the brain 從epigenetics的角度來看 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人透過適應環境 然後去找到未來能夠存活的一些方式 不管是改變形狀 改變行為 或是改變生活的方式都可能 那在這邊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改變的這個方式 也就是Peter Slotdy有一本書非常大的 叫做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我們必須要改變我們的大腦 我們必須要改變我們的想法 這樣才有辦法等於是適應人類式的 這種生活方式 所以我們必須要重新等於是培養另外一種 modus viviende 這個就是所謂的modus existence 我們要有新的生命形式 然後來讓我們能夠適應這個社會 那本來Peter Slotdy講這句話 他是在講李爾克 就Maria Rilker的一句話 那這句話一個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 李爾克他非常喜歡羅丹 然後他去羅浮宮看羅丹的阿波羅的雕像 然後他看到阿波羅的雕像 讓他非常感同身受 就是受到很多的啟發 因為阿波羅的雕像 就像一顆星星一樣 然後照樣照料他的心靈 讓他能夠感受得到 不管是阿波羅或是不管是羅丹 創作的那種精神 因為羅丹創作的精神就像 聖經上創世紀的創作的精神一樣 也就是要成為偉大的作家 你必須要改變你的生活 像這樣子的方式 可是這本這麼大的書是在講什麼 他改寫李爾克對羅丹的想法 那對Peter Slotdy一句話 他就可以從創作的觀念 把他提升到意識形態的批評 所以大家看到了這個就已經不再是 剛才李爾克非常 等於是對羅丹藝術的崇拜 已經不是那個樣子了 所以這邊的一個說明 其實就是我們以前所看到的 Anxiety of influence的一個角度 所以在這邊這本書裡面 他只用這句話 然後把它用在各種不同的狀況 所以他說這句話 他的理想基本上是批判的 本來好好的 可是他已經把李爾克的創作理念 然後把它放在社會批判的角度來看 他說如果我們每個人 尤其是從生態的角度 你一定要愛我們的環境 或者我們的環境會死翹翹 所以你要每天要倒垃圾 你必須要改變你的生活 他說倒垃圾這種見言和理想 會提供我們讀者一座道德座右銘 奉行犧牲邏輯 每天都要倒垃圾 讓自己顯得更完美 因為你有潔癖 而且成為他人仰慕的對象 因為你實在是好的榜樣 而且他鼓吹臨極性的行動 也就是要愛護我們的生態 要趕快行動 一旦有行動 而且要do it now otherwise 所以他這個想法就是跟 Zizek的一模一樣 都是意識形態的批判 也就是做生態的人都會有這種想法 不做的話會導致災難 而且有了行動 你就沒有罪惡感 罪惡感就是來自尼采 Resentment 因為他是尼采的專家 他不喜歡所謂的 尼采就是偶像破除崇拜 破除偶像崇拜者 對不對 那底下他說這種想法 具有積極正面的療效 而且可以為我們樹立良好的典範 而且可以恢復道德秩序 然後能夠把你行受成為 跟人家不一樣的社會階級 因此它是一種自我免疫機制 而且是一種生命行事 生命或形式 或更精確的 它就是一種生命行事 所以很清楚 slotidite的東西 也跟阿綱本的東西會結合 那slotidite它的批評 就是這本書 不管是批評生態 或是批評我們一般人的想法 他說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那個you是不止色任何人的 他很厲害 他每一句話都可以 可以講出很有道理的話 破除你的想法 而且他說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他可以排除異己 甚至說反正那個就是找同溫層的人 聽得懂不屬於同溫層 你就不屬於我們這邊的人 不屬於我們這邊的community 因為有問題 那或者說這是我的訓練者 要我這樣做的 所以剛才那個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就好像一個the big other 在告訴我們要怎麼做 那slotidite當然不太喜歡 所以slotidite甚至把這樣子的一個日常生活 你的理性批判用到所謂的敘述邏輯 critique of narrative logic 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也就是我們寫出來的東西 如果有意識形態他全部罵 那他的想法就是 就是剛才其實他的想法 他還是非常喜歡科技這個概念 而且忍的概念基本上就在裡面 好 那底下我們很清楚可以看到 在人類似就開始進入到 我們的另外一個主題 也就是人類似的氣候小說 這是我之前所做的個人的研究 由於人類似來到 所以我們很清楚 我們未來的世界是更軟更濕更多病 問題還蠻多 這邊就是給大家散散信用的 也就是以前很多人不相信有 等於是所謂的海水上升的觀念 在這邊看得很美 對不對 所以就是台灣有沒有很漂亮 那這是我在中原院 周旭華老師他邀請一些作家來擺攤 我把他拍起來用的 那這個都很漂亮 對不對 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氣候變遷你住起來其實都很辛苦 因為你被蚊子叮就登革了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底下 基本上是我們的環境是有一點遭受破壞 但是像slotide它的重點不是在做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我剛才所講的就是我們在看 我們做等於是生態論述的時候 我們不太喜歡前面我們的環境變這樣 我們把它當成一種美學來看 基本上那是怪怪的 基本上我們要把它緩回來 修學或是slotide它會把你熟知的邏輯全部翻轉回來 所以以前我們認為政治美學化文學好像都是這樣 可是現在都是美學政治化 它全部翻轉我們的邏輯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真的環境有沒有壞掉 對某些人來講他們都假裝我們的環境根本沒有壞掉 有沒有壞掉 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壞掉 這個有沒有壞掉 沒有好漂亮 有沒有壞掉 你去住住看就知道有沒有壞掉 就是類似這種想法 那人類式包括女性主義也做對不對 這個就不講 那很多人類式的女性主義他就認為 人類式說代表the age of man 尤其這個大男人對不對 而且反省的人都是男人才有能力反省 那女生呢 所以他問題很多 就還是回到我們剛才所講的 人類式極其不滿的概念 那這邊有兩本書都是跟人類記有關 那這兩本書都是跟所謂的生態論述有關 那這個是以前就是本來 廖老師希望我講所謂的人類式以文學再現 那或許跟氣候小說有關 不過就是做過了大概就不是很想做 所以我也很想做不太一樣的 這也是另外一種paradigm shift 那這樣子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所謂的疾病敘述的觀念 也就是在人類式的架構底下 疾病很重要 那疾病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人的身體跟大自然的身體 基本上是共構的 那這個我們叫做transcorporality的概念 那因為我們人很容易受到環境病毒的影響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本小說 就是這本小說 那這本小說 就是跟早期的疾病小說不一樣 因為早期疾病小說基本上是疾病作為隱喻 疾病作為隱喻就是這個人就好像是瘟疫 你跟他在一起就盡諸則刺的那種觀念 我跟不好的人在一起 我的道德有瑕疵 就是會有那樣子的想法 那基本上這樣子的想法 等於是把真正的疾病 把真正的疾病當成一個metaphor在處理 而賦予他道德的想法 那基本上這樣子的想法 對sussan sante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我想應該蠻清楚的 那我們在處理疾病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處理到瘟疫 那瘟疫最早拉丁文就是類似 傷口或是致命的異疾 那這個我想這個只是一個題外話 那有關疾病作為隱喻 我們就會跟所謂的莫視論結合 這是修寫或是所有的批評家不喜歡的 最不喜歡的這種apocalyptic thinking的概念 那default的小說其實也有這樣子的想法 也就是為什麼會有疾病 那是我們糟天前 我們糟天前 那其他的書只是提供一個想法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我們 我們的疾病它會有一些 等於是傳染的現象 那就是從早期的 Hippocrates Gallen 他們就認為我們每個人為什麼會生病 基本上有三種不同的典型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chronic disease 就是有時候是慢性病 有時候是每個特殊地方的地方病 有時候是所謂的流行病 但是我們今天所處理的是pandemic 不只是epidemic 它整個scope會更大 那pandemic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有 在歷史上有三個主要的pandemic 那default其實就是處理這個階段的一個大瘟疫 那有人說default的東西 基本上是想像很多 那我想我們就不做太多的考量 那底下我們知道說疾病作為隱喻 基本上有一點是premodern 而且是too didactic 有時候是太過迷信 那我想我們知道有這些問題就好 那所謂的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小說 另外一個另外一種小說就是 它跟它也不太一樣 就是narratives of outbreak 也就是所謂的outbreak narrative 那在這邊這個是一樣的概念 也就是所謂的疾病病花小說 它有三個truth procedure 它有三個步驟 一個是scientific account 他們會把疾病的內容做一個描述 然後會找到所謂的零號病人 然後要想辦法等於是防治疾病 那這個給大家看一下就好 就是一補生的這本書 其實就是在處理 等於是有一種腺蟲 然後已經存在水裡面 那有人到一個小鎮來洗澡的時候 就會染上這種疾病 那裡面的男主角就要把這種疾病 就是透過報章雜誌的方式跟大家講 結果鎮上的人不喜歡 他們就把就是所謂的quistleblower 也就是所謂的催哨者 也就是裡面的醫生 Dr. Stockman當成人民的公敵 那這個也是這些都是跟疾病有相關的 跟瘟疫有相關的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還是不多做太多的說明 那底下我們可以看到疾病有一些東西 就是所謂的人序共通的 有些是人傳人的 人人之間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描述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細菌本來就存在那裡 就是Supronautic 那也就是我們在處理疾病論述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疾病 尤其是病毒怎麼傳播的 那我們底下就趕快用最快的速度 跟大家介紹這本重要的小說 這本重要的小說 那底下我們可以看到這本重要的小說 其實我就一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 所謂的三個全球暖化的場景 有三個全球暖化的場景 那第一個全球暖化的場景就是 男主角也就是一個醫生 他飛往印尼調查病毒傳播的狀況 然後他看到森林砍發 而且很多人為了種植松鋁樹 所以到處大家可以看到 等於是開疆辟地 然後整個地景已經出現一些症狀了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and pushing global warming to a tipping point 所以這是在人類式的一個架構底下 所看到的一個狀況 那底下這是第二個描述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slide 他基本上是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講 因為受到病毒的影響 在這個小說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總統後來不幸去世了 後來由副總統代理 對不起 這個沒有任何的影射 而世界各國也盲翻了 那很麻煩的就是 這種病毒跟COVID-19不一樣 跟COVID-19不一樣 那為什麼不一樣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好玩的句子 好玩的句子 他就說 Killing the strongest and pulling the weak aside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就是等於是 跟我們新冠病毒 就好像說老人家 脆弱的人去死算了 對不對 不要先救 救年輕人 Gizek最以這樣子的描述 他把他罵翻了 說這些人都是barbarism 就是都是很奇怪的人就對了 那底下我們可以看到第三個scenario 第三個場景 那這個第三個場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是在第55章的時候 海水上升了 那海邊的居民也撤退了 有些城市就變成海底層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 有沒有看到Atlantis這樣子的一個描述 所以這本小說對我來講 我本來覺得不好玩 可是找到這三個證據 突然之間眼睛大概 不錯可以讀 所以這個還是跟人類式有一點關係 那底下這本小說在講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最簡單的 因為長毛象是屬於deep time 也就是遠古時期的動物對不對 那因為全球暖化的關係 北極熊或許沒有飯可以吃 所以他到處挖 結果剛好因為冰雪融化比較快 結果他的屍體就有一點出來 然後被北極熊吃到 他很快樂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他沒想到 他的腎上有病毒 所以北極熊死了 那西伯利亞剛才我們Duncan 講的西伯利亞這個Siberian claims 就不小心又吃到他 有一部分也死了 那有一部分跑到中國的柏洋湖 有一部分就跑到印尼 那印尼就發生大災難 那更麻煩的就印尼是穆斯林的國家 那穆斯林的國家呢 穆斯林的國家他們又要朝聖 結果其中有感染 那個叫Cangorri Cangorri的病毒 又跑去麥加朝聖 結果麥加朝聖又有很多人中獎 那這時候呢 就是所謂的男主角 就是Dr.Henry 他說他就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子說 我們要學 不好意思講我們要學大陸封城 結果利比亞不爽 他不要瘋 結果整個疫情又蔓延開來 那最後連美國也是問題很多 我剛才講的就是連總統也中獎了 那後來由副總統來帶領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小說的結構 然後分成四部分 那四部分第一個就是 印尼的一個地方叫Cangorri 然後它就是所謂的另外一種病毒叫 Cangorri virus 這樣子的一個爆發點 那首先我們就來看第一幕 第一幕我把它稱為 The eruption of the real 就是不管是Lagan或是G-shek的想法 也就是病毒忽然之間爆開來了 而且不是從現實的世界 是從deep time 來自深海 來自幽冥時間的病毒 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在WHO的總部 WHO的總部 然後很多人 兩百多人在開會 兩百多人在開會 然後在這邊可以看到 別的地方有恐攻 知道 別的地方有恐攻 那印尼的濫民營 印尼的濫民營 剛才就講過Cangorri這個地方 有人因為感染 有一些年輕的個案 因為感染死俏俏 那這邊這一位科學家 他就在發表他的文章 他發表他的文章 那發表他的文章 然後這個有一點慚愧 這個我們用今天的話叫假消息 叫假消息 因為這個人說 他已經跟印尼官方講好了 而且他們已經就是都談好了 他說Our team deduced that the possible source of the pathogen was raw milk 他們以為是你喝牛奶出問題 用今天的話這是fake news 所以底下我們的男主角 就是Dr.Henry 他就是籍似疾管局的副局長 他就舉手 然後他說你講錯了 因為等於是根本是 不好意思講有些人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 有些人就是沒有講老實話 沒有講老實話 沒有講老實話 那Zizek對於沒有講老實話的人 他也非常不爽 尤其是他的COVID-19那本書 我想大家都讀過了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到 Hans Somebody 他已經跟亞加達當局聯繫了 而且他的團隊研判牛奶出問題 可是我們的男主角就來吐槽 因為他說 事實上 這邊有所謂的出血性的發熱 來了又走了 這個很奇怪 那底下我們就是在描述這個男主角 Henry Parsons 那我閱讀很多有關他的一個描述 他說這本小說的人物刻畫很爛 也就是人物扁平 那對我來講 其實他不平 他避雕 不是 他避雕 他 我不會唸 就是他萬妖頭背 Rickets 就舉肉 那個舉 那個我不會唸 就骷髏 聽得懂 骷髏 聽得懂 那對我來講 我喜歡醫療人文 因為這個我們可以把它當成 Disability Studies的一部分 也就是私人研究的一部分 這個人 對不對 所以他就起來吐槽 所以他說這個有一點奇怪 而且這個人 我們用今天的話就是其貌不養 可是他是相當professional 也就是我總是要 要把不好的講成好的 或者說這個沒什麼好讀 那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的優點 跟大家分享 所以Dr. Henry Parsons 事實上他其貌不養 但是他非常有價值 他的價值萬千 這其貌不養就在這邊 那底下我們往後面看 可以看到 因為他有問題 因為他覺得有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他的老闆 他的老闆其實就像這邊的對不對 也很清楚 我們沒有人身攻擊 那底下他這個老闆 因為他很尊重Henry的觀察 所以他就說 他說In and out and on your way back to Atlanta 因為他這邊有實驗室 類似P4的實驗室 然後他說你去打包行李 然後到亞加達去 找出所謂的零號病人 就是要找出到底是感染源從哪邊過來的 那在這邊WHO的衛生觀點他是義大利人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邊當然不一樣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Dr. Henry的個性 他的Background Information 也就是他的背景常識 這個人類似是疾管局的副主任 他曾經在海地那邊研究非洲豬恩 而且2014年他也研究伊波拉病毒 去把零號病人找出來 所以這個人算不錯 而且對我來講蠻好玩的 也就是他的東西不是所謂的 Ionist 或是Disease as metaphor 這個人愛科學 但是我們做人文很清楚 就是科學停止的地方 人文開始進場 就是做我們的詮釋 那總是這樣 否則的話 總是要類似剛才Duncan Schocheler 就是其實我們這個場次 也有一點跨領域的研究 那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Henry他的父母親基本上是 這個就是所謂的傳道士 後來死於空難 類似大園空難之類的 我不知道 然後他年紀還小的時候 所以他去鑒於他父母親的關係 他對宗教有點害怕 那對他來講 這是他的座右鳴 我們當然可以看一下 Science was his way of protecting himself from the lure of the lure 他不是個人的迷信的問題 有時候還是要透過科學 然後來處理問題 那底下這個PPT就告訴我們 Henry是這個醫師是受到死懷者 就是南輝的一個在這邊 這個人的影響 所以對他來講 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當然或許剛才講的Slauterdijk又會不爽 Revenants for life 他如果把它變成意識形態 就會不太好 所以他說 這是他的個人的想法 也就是他的個人想法 會有所謂的 有一些倫理的考量 然後對生命的尊重 所以他說 Revenants for life affords me My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orality 那這個其實有一點回到 叫剛才Slauterdijk所批判的 但是我們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讓他道德性那麼強 那底下他說 Namely The good consists in maintaining, assisting and enhancing life And that to destroy or to harm or to hindle life is evil 這是他個人的信仰 那他的主人 他的上司也是一樣 就是有一點 還是有某種道德性 有某種道德性 那在這邊這個PPT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Dr.Henry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 印尼了 他已經到印尼 然後他開始準備要調查 這個 這個 重要的事件 然後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Dr.Mayor 他是印尼的 等於是健康疾管局的官員 然後在這邊他說 也就是Dr.Henry對官員講 他說 人類毀了自然世界 對動物殘殺 可是人類忘記自己也是動物 就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在這邊我們又看到 就是Dr.Henry Parson 他的老闆 還有在這邊有一個新聞記者 這個新聞記者 就是當然也可以跟這些做一些聯想 那他的老闆說 他的老闆其實就是跟Henry他們有同樣的想法 也就是The planet would be better off without us 也就是剛才所講的The world without us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但是其實不能夠太過深層生態學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然後底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Henry 就是Dr.Henry他已經進入到印尼 而且他已經進入到The hot zone 也就是熱區 所謂的熱區就是感染的區域 他就是開始調查 開始調查有關病毒的事情 那底下我們就來看 他終於找到病毒了 這個病毒叫做The Congolivirus 那我們知道在病毒其實有幾種 第一個Germs 大家都聽過Germs Germs是會讓人家生病的 Bacteria也就是所謂另外一種細菌 它是到處存在 可能有害可能無害 但是為了要消除Bacteria 事實上可以用抗生素處理它 但是我們現在所處理的是Virus Virus也就是病毒 病毒會找到宿主 然後從宿主的身上找到養分 同時把The host 也就是這個宿主幹掉 這個就是The Congolivirus 恐怖的地方 這個也就是我們一開始就看到 就是他說Cangory was not bacteria 也就是Bacteria 剛才講過 到處都有對不對 有時候有害有時候沒害 對不對 它可能是地區的 但是這個病毒可能是International 所以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病毒是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new 而且這個病毒其實跟新冠 是同個祖先的 跟SARS跟MERS是同個祖先的 他們都是所謂的就是這種病毒所影響的 就是類似失狀病毒 而且會讓人家的呼吸症狀 產生問題的一種感染方式 我想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Dr.Henry他找到病毒 底下我們就看到類似第二部分 也就是在第一部分 他已經找到病毒了 第二部分就是Pandemic 也就是等於大流行 他每天如果可以的話 都要跟自己的老婆通通電話 可是通通電話他老婆發現 他老婆發現說好像怪怪的 為什麼怪怪呢 其實你看電視的時候 很多人對新冠病毒 都是有時候就是反應非常奇怪 甚至有些國家根本不在乎 有些國家根本不在乎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也有另外的一個想法 最主要就是因為他也不相信 全球暖化這個概念 他甚至也認為這個不好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我特別從網路上把它錄起來 他說新冠病毒 is the same as the fruit 就是跟剛才的想法 很多人對病毒的想法一樣 因為不是用科學的角度 而是用個人主觀的想法去看待病毒 這個很奇怪 那在這邊當然你可以看到巴西的總統 認為virus是little fruit 這個也是一樣 可是他們的衛生官員說你胡說八道 對不對 這個因為沒有地方 也還好我沒有弄出來 或者也不能聽 白忙一場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在處理所謂的醫療人文的時候 疾病跟病痛是不一樣的 疾病是醫師 也就是congroid virus 是醫師告訴我們的 不是我認為他就是這樣子就是這樣子 就好像我的老師 他每天就跟我講說我快死了 結果講了20年還沒有死 30年還沒有死 對不對 所以這是病毒 也就是他個人的一個病痛的經驗 可是他還是不會死 因為那個不是病毒 他跟我講現在已經快40年了還沒有死 可是40年前他跟我講說蔡振興我快死了 所以你很清楚可以了解 就是我們在處理新冠病毒的時候 透過科學其實是很重要 所以以前我們在處理所謂的 所以我們在處理所謂的 我這次把題目把它變成 narratives narratives of disease 最主要就是新冠病毒 有時候不太是 是 illness的問題 那是可能會比較複雜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人類是我們 所處理的問題 可能稍微比較不一樣 那底下來了 底下也就是跟生態有一點關係 也就是鳥類剛才我們看到鳥 西伯利亞的鳥 鳥類對不對 吃到不應該吃的 來自於幽冥時間的 長毛巷的好吃的肉 可以做成BBQ的肉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病毒 已經擴散到 沙烏地阿拉伯 然後剛才講過很多朝拜 賣家聖地的這些 比如說The Canterbury Tales 對不對 這些朝聖者 他們都卡在這個地方 因為到底要不要封城 那有的人同意 有的人不同意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人跟非人之間 其實關係非常微妙 那我們可以看到 病毒已經在鳥類的身上發生了 那底下我們可以再往後面就是 可以再看底下 也就是剛才這邊的這個 這個Avian population 類似我們所講的禽流感對不對 那禽流感還有人之間的關係 就變成Wave of Life 也就是生物圈的這種 這種生命之網的關係 那事實上就是在 也就是等一下要講的 在結論要講的就是 新冠病毒 或是說這樣子的一個病毒的產生 其實是 主體 也就是人跟非人之間的 互動的一個結果 那在這邊我們再往後面看 可以看到 我們一般對 對病毒的一個看法就是 We will conquer this disease 用人類是最高超的道德 也就是人類中心主義 我們一定可以把疾病 等於是消滅掉 所以他看到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疾病就可以完全 就好像看到邪惡 就可以完全把它消滅掉 那這樣子的想法是不是有問題 等一下 就是在結論的時候也會做一點說明 那底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也不是烏鴉嘴 而是我們看到 國王的眼睛 不是國王 總統的眼睛已經開始留學 那夠不久他就會蒙主恩召回 那副總統就會幫他 幫他 處理問題 那底下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Captain Dickson 那這個人很重要呢 因為這個人 後來帶著 這個人後來帶著 Dr. Henry 然後去尋找病毒 也就是病毒真正的源頭 倒不是 剛才所講的沙烏地阿拉伯那邊的鳥類 或是更早的 印尼那邊的 Kangory的一個集中營 不是那邊的 他最後會到北極那邊去尋找 到底病源在哪裡的問題 那這個人其實就是Captain Dickson 他其實就是開 不是開等於是 類似開那個潛艇的 開潛艇的 後來他會在 Dr. Henry 然後去尋找病毒 那最後 故事最後的一章 其實就是 The End of October The End of October 也就是 故事很重要的 The End of October 其實很重要就是 或許 在10月的時候 Cangory virus 會再度爆發 也就是跟新冠病毒 現在已經有所謂的 reemergent 也就是再回來的一個問題 那同樣的 Cangory virus 也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標題 其實就是隱含著 等於是病毒可能會再回來 那這個是一個假設 一個假設 那這是屬於第四章 那第四章 等一下我們就要 就要講一個比較 奇怪的連結 也就是 也就是 他到北極來了 然後他到冰雪 就是等於是 冰原這個地方 他看到 the furry torso have been ripped apart by polar bears 也就是整個故事 其實我們在教小說的時候 一開始先講 然後其實最後的結論 也可以講一下 那這樣子就是 首尾就可以呼應 也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這邊是北極熊 不對 長毛象的身體 長毛象 這個偷手就是沒有頭 可能沒有四肢的軀幹 然後被北極熊咬了幾口 事實上我們很清楚 就是 It's a mammoth 就是長毛象 也就是 the eruption of the real 也就是 the deep time 也就是所謂的幽冥時間 已經介入到 我們平反的生命時間 我們的clock time這邊來 那在這邊也可以看到 這邊又有Siberian crane 又吃了北極熊 死去的 因為或許沒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在最後一張 其實我們就是 真相大白 也就是整個疾病 整個疾病的感染源 從哪邊過來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也就是 Apollo's torso 就是前面 slotodyte the torso 也就是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那樣子的觀念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The Mammoth torso 就我特別是找出來 也就是這個 Apollo也是古代的人 對不對 他也是屬於deep time的人 對不對 奧林帕斯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活在很久以前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隻長毛象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deep time 跟historical time 一個重疊的地方 那在這個小說 這個就很重要 也就是我們在處理病毒的問題 事實上 事實上我們會看到 the real 會入侵我們的reality 也就是 就是很奇怪的地方 不同的時間跟空間 它會跟現實 透過某一種透過全權暖化 作為一個連結 然後它會 等於是 做所謂的時空機器 然後進入到所謂的現實的空間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描述 那這邊就是所謂的 那個toso 也就是我們剛才所看到 Apollo的那個雕像 事實上很重要 也就是對有些 那些釣客家來講 他們有時候會故意把頭把它打掉 或是把肢體把它砍掉 為什麼 因為那一顆頭 有了那一顆頭 就不會跟你講太多話 頭就是代表 Apollo Intention 是不是這樣子 頭就是代表the brain 它會指導你下指導期 也就是 Throtodile 不喜歡人家下他指導期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各位聽了之後 回去要倒垃圾 要收垃圾 要愛護小動物 要愛護自然 對不對 變成就是要聽專家的話 那Throtodile 當然不喜歡 那所以他說 那個toso 一個非常重要一個概念就是 它叫 It no longer points to an intention 那也就是 Apollo的神域告訴你 為了要怎麼做 或是羅丹的聲音 要怎麼做 未來你要怎麼做 你如果變成一個創作者 我們其實就是把頭 等於是 這個就是剛才Throtodile 所講的那樣子 也就是他所批判的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那個觀念對我來講 我們還是要把 Throtodile的觀念 再重新把它調整一次 也就是 如果你用 用所謂的禪宗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也就是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我們就是見三視三 那Throtodile Throtodile當然就是 You must not change your life 就是見三不視三 那可是對我們來講 還是要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你還是要 要稍微能動的就要動 根據 Malabu的講法 對不對 根據Malabu的講法 The mentality of The brain of history The mentality of the anthropocene 這個概念 也就是我們還是要做某種調整 所以最後我們做一個小的結論 其實就是 剛才那個圖 我們再重新畫一次 就畫得更清楚 這隻長毛象 本來活得好好的 沒有全球暖化 牠就不會侵入到人類的世界 可是這隻北極熊 餓了無聊就吃牠 結果就變成這個鳥樣子 對不對 這一隻看到有東西吃 可是沒想到牠也會受到感染 然後牠就開始出國去旅行 到印度去旅行 到沙烏地阿拉伯去旅行 到印尼去旅行 到保養湖去旅行 就是這樣旅行來 旅行去的 然後甚至 有些人感染的都到賣家來 結果全世界的人都蹦蹦蹦 就是 等於是 很多人就受到感染 很多人受到感染 受到感染底下 我們就會有一些 等於是 人類未來 的一個何去何寵的問題 那根據 就是 Dr. Harry 他的同事 他們發現 Cangorivirus 已經是變種了 已經是變種了 就是跟我們新冠病毒 是一樣 很 很 很狡猾 用進來的話 很狡猾 然後它很容易藏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同樣的 這一支病毒 也就是Cangorivirus 也有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想 最後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人 類似人定勝天 對不對 那好像我們可以把自然巡撫掉 就像剛才所講 我們可以把所有病毒殺光 可是我們繼續 如果再繼續把雨林砍掉 然後再做其他好好玩的事 是不是 會有 同樣的事情在發生 那也就是同樣的病毒在發生 以前我們從來沒想到 和它病毒會有問題 或是 沒想到新冠病毒 會有問題 禽流感會有問題 可是現在 也就是禽流感會有問題 尤其是 等於是全球暖化 然後所製造出來的問題 本來有影片 很幸運的大家不用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底下我們就是把剛才 等於是在the hard zone裡面所講的 還有我們這一部小說所講的 把它做一個小的整理 也就是the emerging viruses are surfacing from ecological damaged parts of the earth 也就是有些病毒 事實上是跟環境有關係的 那我們不斷地把雨林砍掉 把雨林砍掉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 本來這些雨林 Those rain forests are the deep reservoirs of life on the planet containing most of the world's plants and animal species 可是現在呢 現在當然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拼字拼錯 最主要就是因為這本書剛買到 那我本來是用的是epop的版本 所以它有字有錯為不太好改 本來要改也懶得改了 反正就是將錯就錯 那就是大家有興趣我當然可以提供 沒問題 那這些觀念其實也就是我病毒 還是應該跟環境有關 就是類似這種講法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人破壞自然 對不對 那底下他說 Nature has seemed to be crossing on us for a kill When she suddenly turn her face away and smile It was a Mona Lisa smile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The meaning of which no one could figure out 那也就是說不管是新冠病毒 不管是Congolivirus 那我們知道病毒不會無中生有 它應該會有個感染源 那整個感染源從生態的角度來看 事實上它會到處跑來跑去 對不對 第一個句子就 A hot virus from the rainforest Lives within a 24-hour plane flight From every city on earth 它很會跑的啦 比你更快啦 你沒有全球化 病毒已經先幫你全球化一次了 那整個世界就是Web of Life 其實就是一個network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最後的結論就是人跟病毒之間的關係 我們強調所謂的人類式 問題是是誰的人類式 是人的還是病毒的人類式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人跟非人 或是人 你有辦法把病毒全部消滅完整嗎 這個我們會覺得或許可能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是強調to create whole community 當然從生態的角度來看 病毒有它的bubble 有它的泡泡 它的Winvale 它的環境 內環境 那人也有泡泡 對不對 屬於自己的Winvale 自己的環境 但是在互動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病毒 這個就是所謂的community 跟immunity的一個關係 但是新冠病毒之後 當然整個像希希 在他的COVID-19那本專書裡面 第一章就是我們不能碰觸 或者被你傳染 也就是保持距離 也就是to practice social distancing 很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未來到底是community還是immunity 這個attachment還有detachment 我想這個還是大家可以重新去界定 那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人跟非人之間 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共辦的 也就是互相糾葛的 那互相糾葛現在就跟大家介紹一個字叫andscape 也就是彼此之間以前我們叫做landscape 可是之間human跟human跟nonhuman之間 應該是屬於and and scape的這個概念 那因為人跟非人或是人跟病毒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是在如果從剛才分析的小說裡面 它是在一個類似laduo所講的the actors network 那樣子的一個觀念 那我想這是第一個省思 那第二個省思就是人跟病毒之間的關係 我們看到人看到病毒 不要看到你就像看到病毒一樣 那這是許許許許許告訴我們的 就是我們要用non-ideological perspective來看病毒 不能夠用illness as metaphor 又開始講你為什麼會牙齒痛 你遭天前 你為什麼會得瘟疫 你一定是上輩子做不好的事 用那種方式處理基本上應該是不是那麼恰當 所以metaphor以前很好 但是面對所謂的科學 或許我們可以重新再檢驗metaphor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在處理 就是所謂的the logic of narrative 也就是narrative logic的時候 不能賦予它太多的意識形態 那類似這種想法 那比較好的想法就是 你可以把病毒殺死 因為病毒還是有它的脆弱的時刻 但是病毒也會把你殺死 因為你還是有脆弱的時刻 所以今天就是要超越 以前我們所講的就是文學裡面的這種 sentimentality 事實上可以從the ethics of vulnerability的角度 那這樣就不會有所謂的empathy 也就是比如說我們在做醫療人文 我們要同情醫師或是要同情病人 事實上病人也可以變成醫師 醫師也可以變成病人 每個人其實都有他的脆弱的時刻 那人跟病毒之間的關係 應該可以重新調整 那底下就是去寫這本書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也就不再多做說明 其中他把panic當成一個字對不對 然後再變成pandemic 也就是說我們的時代 就是有太多人看到病毒 然後就開始驚嚇 然後世界末日會到來 或像看到你如果不這樣做 然後我們的世界未來會完蛋 如果不愛護地球 然後地球未來就沒有了 然後就是panic 所以這個字基本上對我來講 它有兩異性 醫藥兩異性 也就是有時候它是poison 有時候它是care 那我們在處理的時候就小心處理 那希學當然從panic這個角度 然後再重新挖掘 然後重新去思考這些問題 那同樣的就好像這個是 這是另外一本小說lockdown 然後包括武漢封城等等 那最後對我來講就是 從剛才引用的那些批評家 我對生態的一個想法 我們不需要太多 我們就像adono的那本書一樣 最低限度的道德 那我在這邊就講 等於是最低限度的生態 然後如果從henry的角度 也就是從小說的主人翁的角度 科學還是很重要的 科學但是不能夠當然就是 科學還是有它的盲點 那原則上我就簡單這樣說 因為我一直在看時間 所以不能夠超過太多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今天就簡單把這本書 做這樣子的分析 那最後我要補充就是像 郭晶的這本書對不對 像封城你會很不爽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沒有封城的話 當然你會受到感染對不對 所以你很幸運 但是你會活著不幸福 但是如果你很幸福 你就會像那個總統一樣會感染 你就會蒙主恩召回 那也很好 但是你可能有一點小塊 叫作點做好不好 那 Betsy tudo 那 reside 他媽的連結 你也有很多人在 去達或是 對當的時候 相信自己幾乎 多藍 那現在才美國 我的演講都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非常非常非常感謝蔡老師 那個嚴肅又不是幽默的演講 我自己受益滿多的 因為蔡教授從剛開始引進去年 就是爬梳一些人類式的理論發展 主要Skinosa、Chakrabarty、馬拉布 還到最後的幾個 我想對在座的學者或者是學生重新閱讀 他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導讀的一個trajectory 然後當然剛開始的時候 他也提到了重新閱讀 像Gibson、Deepot、Mary Shelley 那我自己覺得這本書還滿有趣的 Lawrence write The End of October 它裡面有非常多的 對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像AVM Flu、Congroly 就是Coronavirus有很多的指涉 那它的論述裡面我覺得很成功的 就是把我剛開始導演的時候講到的 對環境醫療跟人文的 互相的關係有非常精闢的採述 那裡面有一句話 但事實上我自己思考滿多的 他說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我自己大概要先 confess一下 我自己是全球暖化的幫兇之一 因為第一個冷氣就是開了四小時 然後垃圾也不太分類 然後用了太多的清潔劑 那事實上這個都是非常不好的一個新聞 那我覺得蔡老師的這個演講又提醒了 就是說有些不好的習慣 事實上都可以reduce 一些人類的一些災難 那我自己可能就是對演講 我有兩個就是疑問跟那個講 第一個是蔡老師你對這個 就是說最近的這個武漢病毒 那書裡面講說We will conquer the disease 你們怎麼去看今天 它可不可以當成一個prophetic statement 還是你們怎麼看這個tee sentence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Apollo's torso 因為我想說Apollo's torso 因為沒有頭 那有沒有辦法大家可以去想像說 他可能是Athena's torso 或者是Herman's 就是說這個Apollo 它在這個metaphor裡面它的紫色是什麼 就是說它重點是在Apollo還是在Porsal 那如果用這個影域來閱讀的話 它可以就是說 對於我們目前這個全球的 這個災難性的virus有什麼樣的暗示 這個可能是我自己小小的一個 我從一些現在覺得是Apollo的 我先從第二個問題來回答 那就是你剛才 就是剛才您的問題就是說Apollo跟Tosso之間的關係 那最主要就Apollo其實如果你把那個頭砍掉 你讓頭留下來 那個頭就在那裡 那所以现在所谓的Apollo 其实就是让从某个角度 就是Slotterdive 故意要把Apollo 作为Prophecy 作为一个Creator 的一个Mediator 让他等于是 把主题下架 把神 神位 神的位格 最崇高的位格 让他摆到旁边来 那这时候Toso 就本身就有很多 不同的意义跟可能性 那现在就是说 从你的角度 你想要借私还魂 也就是你要把Toso 再赋予他那一颗头 Apollo 请你给我们下指导期 从Slotterdive 他不愿意那样做 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 偶像崇拜的概念 应该要破除 然后我们习惯听 也就是 李尔克一直要听罗丹的话 那以后他创作的未来在哪里 所以他必须要把头砍掉 这个从创作的角度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 就是说如果从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 那个Toso 或许我们还可以再还原一点点 这个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的道德 我们再给他还原一点点 或许可以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Apollo的神域 Apollo光之神 他也是瘟疫之神 或许他可以带领我们走出新冠病毒的灾难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 原则上就是要脱钩 头跟身体要脱钩 就是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个Slotterdive整本书才有意义 或者的话 你如果Apollo那颗头在那里 罗丹的那颗头在那里 他就不用讲那本书了 那本书就是垃圾 因为他要的 他要就是 其实他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要批判正常人 从所谓的biographical criticism 也就是透过作家的生平传记 然后去重新分析 当然有道理马上可以感同身受 可是他要的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要走出意识形态 就是走出创作的意识形态 我们希望这样 所以基本上我的讲法是 我的想法是让他透过还是比较好 那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讲的 这句话事实上也可以当成未来的格言 就是we will conquer the disease 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可能吗 因为如果可能的话 就强调所谓的human exceptionalism 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heroic 我们每个人都是怎么样 那人 这个就是人类是 人类是吊诡的地方 一方面 当然用德西达讲的最简单 对不对 就是当然既是 cure也是poison we will 对不对 因为有新冠病毒 当然我要处理问题 解决问题 但是你的自由意志 就像某些总统自由意志 发挥得太淋漓的话 他们有考虑到科学 那是不是会有问题 所以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也就是病毒 是病毒 病毒不是病毒 病毒也是病毒 就是这个 就是我想 大家可以重新思考 因为病毒还是会在 就好像和他病毒还是会在 能不能完全消灭 那这个就是看状况 就是看状况 好 谢谢 今天我们事实上还有 大概20分钟的时间 然后今天人非常的踊跃 那我们就把时间开放给观众 然后有问题 刚才有提到说 那个卉尼德的拉丁原文是 那个物理伤口的意思 那我想要知道在人类是他本身 他是不是试图使用这一种病态的 我们讲的就是恐慌瘟疫的 这种病态的精神来去重新校正 就是ground zero of the human ideology 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 就不是利用 就是利用这一次的chance机会 然后可以做一些比较positive的 对human ideology的一种就是search 而不是极端化 policy就是分量一边这样子 就是我要问你 事实上有关 就是瘟疫这个概念 然后或是说病毒这个概念 它当然会带来一些恐怖的想象 那从生态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反对这种 apocalyptic thinking 德勒兹其实在他的a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也是反对这样子的概念 这个观念基本上是来自劳伦斯的观念 那Gizek 到处在他的end times那个书里面 骂得一塌糊涂 也就是你们都是在骗人 也就是你不这样做 你会死翘翘不这样做 地球就会毁灭 基本上那样子就是恐怖 恐怖 恐怖 也就是Gizek或是slotdei 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透过这种 批判叙述逻辑 也就是你用这种东西来骗人 信上帝得永生 不信上帝下地狱 好恐怖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会用这种逻辑来骗人 那基本上就是从Gizek的角度 或是从Slot的角度 对我来讲他们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意识形态批评 那透过意识形态批评 它的确可以带领我们 看到我们在叙述分析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你道德性太强 然后你又用这种等于是四季末 然后尤其是未来会怎么样的这种危机理论 然后来作为你的话术 作为你的话术 所以基本上原则上是不好的 就是从这些文化批评家的角度来看 他们完全是反对这样子的观念 所以我每次在读Gizek 他的有关生态的东西 我大概都有读 读完了之后都在打嘴巴 也就是说我不要犯这个错误 他一直在骂生态 听得懂 一直在骂Nature 对不对 可是在他新冠病毒里面 他偶尔还会讲几句好话 也就是反正他语不惊人 死不休 对不对 因为Nature有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Third Nature 对我来讲有第四Nature Zizek到底是 Which Nature Are you talking about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他就讲 The death of nature 问题是哪一种Nature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讲Digital Nature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讲Synthetic Nature 或是Synthetic Environment 也可以也不完全 可是他骂的东西都是一样 为什么会一样 因为他已经把生态当成意识形态 所以我读了之后就是也不晓得要怎么办 只能够就是说避免相似的问题 也就是不要再用这种所谓的 有好几个词汇啦 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分析 就是把四季末当成一种意识形态 或是天前 对不对 要就是一种就是天前 那这样子的观念基本上 从文化批评家的角度基本上不好 那所以我想主要的观念还是在 等于是如果你用那样子的词汇 基本上他们就说用The ignorance of ecology 就是你对生态其实也还是一样 就是不是很清楚 你只会用一些习以为常的想法 那基本上我有赞同你的概念 就是说当我们把恐怖 或是当我们把漠视论 或是当我们把这种Apocalyptic thinking 拿过来用的时候或许我们等于是稍微提醒 就是稍微提醒 但是就是在逻辑上还是要很小心 因为这个会回到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的那个概念上去 所以在使用这个词汇 我觉得就讲过嘛 就是因为生态如果每次都在讲说 你不这样做 人类未来没有永续发展的可能性 那问题是是这个样子吗 以前说世界会毁灭 可是现在世界还是没有毁灭 因为人类的科技还是不断的创新 它制造了它有它的mission 可是它也有它的emission 也就是它的side effect还是会出来 所以在这边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所看到的恐怖或是所谓的 莫斯论的想法它有它的mission 它的mission就是道德主义 可是它有emission 就是它有节外生枝的可能性 也就是它会爆发其他的问题出来 那这些emission就是zizek或是slotdeye 或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伟大的文化必评家 他们所不愿意的所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它认为这些都是意识形态 那我想就是简单讲是这样子了 所以基本上刚才 所以我刚才还会把那个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本来我们在读里尔克的诗 就是我觉得那个给你正面的疗愈的想法 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尤其是我要把很硬的石头刻成很软的雕像 你必须要赋予它灵魂 对不对 你要赋予它很多你的想法 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说它带给你一些想法 我们从正常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都是就好像 我们在读文学的时候 就是invocation to the muses 就是我们we are all inspired by the muses 类似这种想法 可是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他不是 他是机器人 他看到机器人才有感觉 不是看到谬师女神 所以有不同的 也就是说在创作的理念上 有的人喜欢机器人 有的人喜欢画草草 有的人喜欢神话 有的人喜欢这个 有的人喜欢那个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 也就是可以教到我们的东西很多 不是只有那一种 不是只有那一种 就是要把阿波罗砍掉 阿波罗的头砍掉 因为只有阿波罗的头砍 才能够赋予我们伟大的思想 伟大的建言 伟大的等于是使命感 所以他就可能有 等于是他重新思考其他的可能性 这样不晓得有没有道理 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 谢谢蔡老师的前掌也跟你讲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现在当今的这个病毒血素 或病毒数学里面 会不会是还有某种的现代化 与静下的一种对病毒他者化的想象 因为我想从这个 这个康路的那个瘟疫 还有或者是说币属敏 中国大陆那个 宇庆作家币属敏的花冠病毒 里面他们对病毒的想象 都是原在他方 都是他者 那个花冠 想要问你 我是从这样子来看 你的这一点 你的这个 The end of October 就是说假如说在 瘟疫里面 那个奥兰那个城市 那个老医生说 这不可能 不可能有病毒 病毒已经在西方 农民世界已经消失了 这个是只有在那种 落后的国家 加上中国 或其他世界才会有的 那连病毒品 他这个小说 他是八年后 在SARS之后写的 他连小说里面的 这个病毒的起源 他都不谈中国里面的 就是说他对病毒的想象 不是里面的 不是在地化的 所以他就在那边大谈 就是丁荣之后 就是有一个小 所以这里又出现了一个 对病毒的想象是 是原在他方 不是在北纸 不然就是在其他 落后的国家 不过在北纸 但是你如果想象 很多病毒的这些 就是一些科学研究 或者说一些研究里面来讲的话 真正的病毒 不定时炸弹 其实是什么 是宠物文化 是西方的宠物文化 还有工业 那个什么 就是把不同的动物 或者说动物大量集中 那分别一个动物染病 所以他对病毒的墙 在书写的时候 现实上会发生在在地 那但是我们都不遗憾他 但是我们在想象 他的走动是病毒在他方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您对这边有没有 好 谢谢佳如老师的想法 基本上你的想法 从我的角度还是 就是类似所谓的意识形态批判 因为你谈到所谓的病毒小说里面的他者 那病毒里面的他者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我们在读 就好像说比如说非洲的人 那边比较有多的病毒 也就是落后的地方有病毒 那这个就牵涉到所谓的 那个colonialism empire and disease 的一个观念 也就是你所谓的病毒在他方 永远不是在我家的一个概念 那我觉得这个有某种道理 那你刚才讲到的那个卡谬 你刚才所讲到的卡谬 那基本上在我的论述里面就是 因为卡谬的小说里面 从我的角度来看 他还是属于所谓的 因为他里面把病毒 其实就是在指涉某种道德的含义 也就是他的病毒就是在讲 纳粹 任何邪恶的事情都是病毒 所以那样子的一个想法 基本上他有没有真正有碰触到病毒 但是他有一种 moral 或是 allegorical reading 也就是把 illness 当成 metaphor来阅读 所以基本上卡谬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容易谈 但是可能比较好玩的部分就是 等于是病毒跟殖民之间的关系 我想那个部分可能比较好谈 那在这边就是说因为这个病毒 你刚才讲的批评当然有道理 就是说都是就是来自 就是病毒都是来自外太空 或是来自一个遥远不知名的国度 然后他们释放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病毒 如果你跟科幻小说做类比的话 其实他们都是一种 an alien encounter 那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人类记 人类记以疾病书写 那所以我就想 因为真的找了一百年 终于才找到这一本 我才敢讲 或者我也不敢讲 因为哪一本小说跟人类事有关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至少我找到了 所以或者我刚才睡不着 因为廖老师接了他的命令之后 我整个月瘦了两三公斤 比如这样说 没有开玩笑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要找病毒很累了 会折磨你的身心 也就是最后我真的是找到 因为这本真的是刚刚好 不是故意的 而是刚好就是人类事 或者卡谬的小说 所以我也想 他有没有跟人类事有关 没有啊 所以我一直 就是在处理这本小说的时候 然后就是同时 在整理我的疾病书写的一些想法 那我是觉得就是非常感谢廖老师 因为他的邀请 如果把它算成美丽的错误的话 但是至少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一个追寻 就是有关人类事小说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在阅读生态的时候 尤其是Solo 讲了一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 因为比如说我们的题目就叫做 人类事与疾病书写 那从Solo的角度来看 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Where is the literature that gives expression to 任何的病毒是一样 我们必须要找出一套文类 然后最后证明哪一本小说 特别跟别人不一样 那我是觉得这个有一点不一样 唯一最大的差别就是批评加说 人物的雕刻太过笼统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个男主角 就是说 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就是 就是还OK 不是特别好 但是还可以接受这样子 因为光是这个描述整个疾病全球化 或是瘟疫全球化的过程 这个就是需要文学想像 那至于他有没有违反 就是说他又在讲别的地方的病毒 或是等于是把他者他者化的这样子的问题 我目前是还没有从那样子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他有没有对不起北极熊 或是说他有没有对不起长毛巷 或是他对不起那些西伯利亚的 的什么 的赫 有没有 Siberian claims 基本上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他对不起他老婆 我只这样讲就好了 好不好 我只能够这样说而已 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 所以你的问题很好 因为那是属于意识形态批评 我们尽量不要把他者的概念 就是等于是做一个普遍性的观察 这个是很危险的 就是每次你们都是罪恶的冤手 好像东方之旅都是危险之旅 然后印尼或是非洲 我可以夾一句话 谢谢 因为这种这个问题在当心太重要了 大家都在甩锅 对 都甩锅 川普在甩锅 中国在甩锅 你先怪你川普怪中国 中国怪其他的地方 然后川普不能怪中国了 好 他就开始去怪华人 对对对 然后就变成台华去秀 对对 然后华人这个事情评级下来了 他现在要怪谁 好 怪病毒 他就叫他什么 空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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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病毒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事件 它是一个意识形态事件 它会有政治厚效 华人会被脱流酸 对 所以你就说当集赛会那些人 他就说你不要把意识形态化 但是是黑人他们在死亡 是非裔人在死亡 是亚洲人他在受污泥的那种 所以怎么可能不去把他 就是我也不愿意去把他意识形态化 但是你看到今天发生了这样 所以他这种representation 里面跟reality之间的gap 我们要怎么样去谈它 这个才是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说 在思考这个病毒 因为它是我们这么切身的问题 所以我才会有这种想法 好 我们其实平常在聊天的时候 都有同样的想法 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在这本书 要那个美国总统已经撬掉了 有所谓的poetic justice 那只能够这样怎样 难道他还要怎么 还要让 还要怎么样 对不对 至少那个人已经翘辫子了 好不好 就是类似这样的讲法 其他因为这个小说没有碰触到 就是比较就是像 也就是我们说 人类是跟今天的社会 然后包括这些社会的这些问题 那很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小说 还是我们就是纯粹来谈社会现象 做文化观察 那当然也可以 那我通常我们都是找小说 然后来作为一个分析的范例 那这样谈起来会比较实在 否则我变成我就会做文化批评 那另外那是另外一个project 那主要是这样想 所以我自己个人的limitation我很清楚 所以很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蔡老师 然后也恭喜蔡老师 你找到这本小说了 因为我上网查了这个小说 真的是 就是说为了这个时代而写的 他是4月28号 2020年的4月28号 在美国出版的 距离武汉封城是三个月 距离今天才两个月 那蔡老师就帮我们做了这么精辟的 累积了他十几年的生态论书的研究 还有最近正在研究的疾病书解 然后就来了一个疾病 然后就有人想说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要谢谢 这个病毒的首先的出现 然后还要谢谢我们廖院长的精心的安排 因为已经有太多场很棒的演讲 还有这位一边的韩国来的大师 还有上禮拜 最近有那个新雅宫那一场 那今天这个就是灌溉雨季 那我们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问题 或许比较复杂 没有时间 就是我知道蔡老师今天演讲 他最兴奋的两点就是 他说这个小说 让他能够从deep time 谈到historical time 这个当中的一个entanglement 然后在这个当中 蔡老师累计他多年所学 他再把他延伸到所谓的collapse of geological time 跟human time 所以我觉得从他的演讲中 我觉得对蔡老师来讲 找到这本小说真的太开心了 那在这个当中 因为他是从长王校到北极熟 到西伯利亚的那个鸟 然后再到人 对不对 是这样子 所以他中间有一个很清楚的 那个materialistic的这样子一个线 所以我怕没有时间下 再跟蔡老师请教 就是在这个当中 比如说那个玛丽布女士 她的这个brain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表观以传学 你就漏掉了 所以希望廖大师再请我们蔡大师 再来讲一次 然后再来一个问题比较简单 我觉得或许你可以帮我们开示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你刚刚一个很棒 因为你也做研究做得非常好 就是也就是跟家如讲的有关 就是这个理系批判 和迅速逻辑之间有怎么样子 就是到底在哪一个层次 家如讲的比较是日常生活的实践 就是要检判所谓的 因为要conquer the disease 到底是要 就是说这个 disease 从河拿来的 所以要先甩锅 要不然就有人会被剥瘤酸 那蔡老师谈的就是一个 天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小说我觉得 他是不是还是一样 有默契的论术 因为你刚刚有一张PPT试图 他的结构 第一个是从Congo里这个病毒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pandemic爆发 第三个是into the deep 因为他是不是就到了北极圈了 最后就是october 然后小说的名字叫做end of october 就是十月之后 我就很可怕2020年的十月 那我们都要不见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小说 他的整个的叙事的逻辑和叙事的铺陈 是不是还是有隐隐约约的 这个所谓的 你刚刚最不想最不希望的 也就是说这个小说 到底满足了你的欲求 还是他身上有一个叙述者 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线性的 一个所谓的末世论 因为那个好久以前的一个电影 叫做2012嘛 是不是 就是全世界都不见了 然后因为洪水来了 所以这个小说是不是 他事实上 他其实还是有一个end of apocalypse 的一个叙事的结构 只是这个大师今天才认识他 希望不会太晚 叫做Lawrence Wright 对不对 所以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没有看这个小说 那小说好厚 所以我大概吃了 我不晓得在10月前能不能看完 好 谢谢梁老师的问题 我还是从第二个问题 比较简单回答 这刚才所看到的那个 是我借用Preston的Ebola病毒 也就是他的小说来做一个对话 所以基本上那个东西 我刚才说用的PPT 他不是小说 小说的最后的结局 就是找到感染源 找到Pathogen 因为它是open-ended 它是开放的 他并没有 他说的那个Cology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那个 对 我只是透过那样子的一个对话 就是让生态的议题能够呈现出来 然后做一个回应而已 不是说那个就是结局 那只是一个等于是 带出来的话题 就是论 就是赋予某种一点点的基本的 有没有刚才所讲的 最低限度的生态逻辑 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 也就是说自然的反扑可能会存在 对 自然的反扑可能会存在 你说我们的自然不会反扑吗 不会啊 对 有的人说不会 不会就不会啊 对不对 现在不是会跟不会的问题 是我们刚才所用另外一个逻辑 不管是 就是那个逻辑就是 The ethics of vulnerability 那个概念 我们都会trai 我们都会生病啊 我就讲我们都会trai 对不对 那一些 长毛巷 对不对 埋在那里 啊 我们无聊的 不对 就是每天很辛苦的北极熊 就在找食物啊 对没想到找的食物 竟然带给它永恒的未来 就是类似这种讲法 所以刚才那个 那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比较简单 基本上是我放进去做一个对话 那小说的结局 就是 类似我们孤藤老树混亚 就这样子而已 也就是 我找到北极熊了 那我找到西波利亚的候鸟 那我找到什么 就这样子结束 至于 结局要怎么编织 就是 就看你啦 因为他是 对我来讲他是open的 唯一 唯一for certain的就是 那个 得道升天 那个总统 听得懂 那个 对不对 那个是很清楚的 这样 所以 你说他有没有poetic justice 你说 有没有道德 我也不知道啊 你要说有也可以 没有啊就是得病 对不对 你如果用earnest as metaphor 这个受到天前 对不对 这个人多行不义 必自弊 对不对 这个人尽诸则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们尽量不要用这种 刚才 教路老师所讲的 pre-scientific 也就是说 就是这 它不是modernity的东西啊 有时候是 是不同的叙述形式 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 我想大概是这样描述 第二个概念是会有一点复杂 也就是manabu 对the brain的看法 那 我这时候会把manabu的 那个大脑的观念 带出来 其实就会跟生命的道路有关 跟生命的道路有关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在未来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人类事的话 基本上他没有通过啊 所以还不晓得 这是一个假设 那如果有或是没有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环境会改变 那环境会改变 那环境会改变 就会改变 哪一个地方开始改变 以前 就是从consciousness做改变 可是manabu是说 从the brain的这个概念去做改变 这是从the brain的角度 the brain就比你的conscious 就是你的personal consciousness 可能还要更 就是可能可以谈的东西会更多 可能啦 那你如果consciousness 就会就是 如果从性物质主义 就是 那个quintomia数 对不对 这个就是会跟康德的correlationism correlationalism 会结合 也就是一定 东西这时候有意义 一定是人的意识 没有人就没有意义 月亮的存在是因为有我 月亮没有我一定不存在 所以昨天的月前十 还是什么 昨天日十也不存在 因为有你去看它才存在 所以the brain基本上对我来讲 会比较中庸一点 比较neutral 就像geological一样是比较neutral 而不是我 就是我用 因为像chakrabarty 他用犬式学的方式 其实我犬式学的方式 讲那种hormonetic circle的角度 以前 廖老师我 他刚从国外回来 我在读博士班 我就偷听廖老师的 以前他在讲抒情诗 然后他就是我那时候偷听他也不 他不知道我在偷听他 就是犬式学 用犬式学 大家知道犬式学 以前还有马勒伯老师 他讲phenomenology 后来Spivak来了就讲deconstruction 后来von homibaba来了又讲postcolonialism 对不对 那后来现在又谁来 所以每一次我们都有不同的paradigm 对不对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把过去这些东西加起来 就是形成一种cognitive mapping 也就是evolution的道路 就是等于是学术的一个流动的过程 那学术流动的过程 我们如何去捕捉他 那这个就会跟evolution有关 那evolution就会从 跟deep history 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就透过马拉布讲the brain 这个角度 然后用马拉布最主要的观念是用epigenetics 中文就换成表观遗传学 表观遗传学之所以重要就是人 因为环境的变迁 我这边有我自己特别抄了一个句子 所谓的epigenetics 的意思就是 the mechanisms that modify the function of genes by activating or deactivating them and without altering the DNA sequence 也就是说我为了要我适应社会 新的社会 那我在用马拉布的角度来看 我可以从外貌的角度 从form的角度 从state 从状态的角度 从movement 的角度 从rate of activity 也就是速度 走路速 比如说我如果活在海底 我就速度就比较慢 我活在陆地 或许速度比较快 总不能每一天就像五尾熊 或是猫熊 还是熊猫一样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速度就是 就是随着 就是我透过 我的 我的 刚才说什么 表观遗传学 对不对 然后我修正我身体上的功能 但是不至于改变我的DNA 为什么我要适应这个社会 适应这个社会 从马拉布的角度来看 这个叫addiction 就好像我抽烟 然后我一直要这样抽 那个叫做什么 沉溺与抽烟 也就是addiction 就是一种 一种 一种 就是一种habit的意思 对不对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修正我们的cognitive development 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修正我的认知 那我的认知 基本上是跟我的brain有关 所以我才会讲说 马拉布的东西其实 我觉得还不错 其实事实上 它可以跟slaughter diet的东西做结合 做结合 也就是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还是要透过你的brain 对不对 这样你才会有 有没有 才能够适应社会 但是总是要 等于是走出原来的意识形态的 一些约定书程的想法 好不好 我主要就是讲这样子的内容 谢谢 在座应该还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我因为时间已经超过15分钟了 那今天事实上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大热片的时候 来听这个文化的演讲 可能大家回去都要说 We have to change our life 我回去冷气不要再看这么久 对 在演讲结束之后 再请教院长 再动 从两句我们来拍第四场演讲 在7月8号 我们在7月6号 7月6号 等下星期一下午 我们要这个时间这个地方 有一场就是人类似艺术 跟富人类似或逆人类似的演讲 那一场是请北一大的黄奖洪教授 他会从科技跟艺术的角度切入 来看看人类是有没有办法 因为艺术而有逆向的发展 因为现在我们走向POPKER 虽然说POPKER也许永远不会来到 但是哭不了 所以下一次是 前面这些我都是提出担忧了 下一次我们要从我们的领域 艺术的领域出发 来告诉这个全人类说 我们有办法 我们有办法让人类是逆转 不是真的假的 欢迎各位大家来体验一下 但是我刚刚针对那个 针对刚刚那个 蔡正星提到的那个 这个重点 我想简单呼应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他那个老师一直跟他说 他快要死了 不是我 你等一下想办法告诉我们 到底是谁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Nature 最近 因为下一场就理论上 谈Nature的 或者从生态学的角度 出发的讨论可能会比较少 就是从讲者的角度来说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 在那边要做一个节 那我想就是 上一场 这个原住民跟人类似的演讲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初步谈到 就是说 为什么进来 比如说Timothy Morton 这个 Penona Tool 或者是 他们都在谈生态学 不需要自然这个观念 或者说 我们应该把自然这个观念 丢掉 或者甚至于 自然应该死亡 才能够谈生态学 那这个观念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 从他们的角度 以后再来再来再来 三个闪述 就是说 因为我们 是我们把人 这个自然跟文化 对立起来 是我们 人类 所以我们的领域是文化 那么我们的领域之外 是自然 那当我们的领域越来越大 所以自然当然是越缩越小 那这个自然是必然要消失 所以这是一场悲剧 就是无法阻止的悲剧 但是人类忘记了说 它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Consciousness出现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是一个例外 不能说例外 事实上它也是物质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 现在我们在谈意识的时候 都会谈说 谈意识的时候都会说 其实任何的matter 都有matter 跟material的pull 都有matter 所以这个东西 它也有matter 跟material的两个pull 只是我们的意识 跟它的意识 不太一样而已 不能说我们的意识 都搞不起 所以 我们如果这样隔开了 那当然自然是没救的 但如果我们知道 你知道说 其实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处理 生态问题的态度 跟方法都会改变 就是说 我不知道到公园去 能够保护自然 但是我们现在 从他家开始做完 或者从他的吃的东西 甚至排泄的方式等等 都要有一个调整 We must change our life 但 这个 这个最重要 我觉得他提到 那个 利尔克的这个case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如果要真的 灌生materialism 的话 其实 罗丹并不是赋予了 那个石头form 罗丹并不是赋予了石头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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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这样的一个形式 因为material有它的特质 你不能说 我今天material随便折随便折 你要用特定的方法 它resist you 但是它也概念 所以从新物质主义角度来看的话 那个 那个 李尔克的诗 是不能够用传统的天才 就亚里斯德德说的那一套 我是神 我人就有这个能力 form 交给这个木头 不是 抢家给这个木头成效 所以这个木头就变成桌子的一样 其实不是一样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新物质主义角度来看的话 在我做桌子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这个木头在协商的 不同资料的木头 只能够 比较适合用来做不同的成品 山木做什么 南木做什么 红块做什么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谈这个case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谈到了非常多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问题 我们面对这个大自然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不是另外一个东西 而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的大脑 它不是只有物质而已 就是它是物质 它物质重于consciousness 但是它本身就有了两极的存在 所以我们处理 我们大脑作为一个界面 就像我们面对的所有物质一样 它们都在这个巨大的web network 里面 进行的 就像Ju说的 每个人都是个actor 所有的actor都互相互相互动 那这个结果 不是我们完全控制的 但是我们必须做好 我们分内的工作 也就是说 我们只是 或是 或是 在这个network 里面 那我们应该把我们 分内的工作 就是 不过度抬高自己的价值 也不过度贬抑自己的价值 的这种情况下 跟其他物种 或者是 供吸 以一个平等的态度来消除 这种状况下 来面对人类事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A world without us 这种说法 是在生态学上是没有意义的 有biocentric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 那样的说法就是 人可以不需要存在 人可以不需要存在 其实我们任何事情都不用做 如果是那样 我们任何事情都不用做 那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了我们 没有了所有的生命 我说这个地球 这个星球 没有了我们 没有了生命 它其实是要用过的好好的 就是今天辐射 我们丢了300颗原子弹之后 所有的物种都消失了之后 这个地球转转转转 转了几十亿 几百亿年之后 说不定被彗星砸几次之后 它又有新的生命出现了 所以天地不仁 它根本不理我们 它其实 当然 这Guyall hypothesis 是另外一回事 它可能也是有生命 它随时在抵我们 随时在给我们好教训 也是有可能 但是 我们先讲 先不把这个因素带进来 即使是这样 这个地球本来就是 它有它自己的日子在过 我们怎么弄都没有关系 所以没有伤害地球这件事情 但伤害地球就是伤害我们自己 实际是在伤害我们自己 地球被怎么糟蹋 它无所谓 所以没有必要bio-centric 必须要从 survival-centric的角度 来谈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要生存 我们生存就必须要 不伤害地球 必须要尊重其他的物种 或者object 更何况更重要 更何况他们可能是有生命的 所以不管是从利己的角度 也是从尊敬达人的角度 好 那我们谢谢各位来参与 谢谢 祝大家暑假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